那請教洪富 印度的疫情擴大 影響了全球J回合的疫情 那同時在台灣這一次的華航機師 今天指揮中心再度確認了 這一個機師的兒子 跟其中一個機師的太太家人 也確診怎麼觀察疫情變化 好的 我想我先就整個華航 目前的一個狀況 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然後之後呢 我再來帶到說 其實這跟外界的環境 就是印度 其實都是一個互相聯動之間的一個關係 首先我想我們回來看這個華航 目前這個案子 事實上華航這個案子 應該是說從上禮拜4月20號 到今天剛好整整一週 那從這4月20號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 他是幾個獨立的事件 就是從1078 79的互相的感染 然後之後就是因為非澳洲的那位 機師在澳洲被確診 所以回溯到他的家人 他的友人 之後呢 指揮中心在上週就開始回溯 1272位 就是說華航的這個機師的團隊 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的一個情況 那目前看起來回溯的結果是有三位 這個確診者又被抓出來 另外呢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說 這這這1272位裡面 現在有已經有回溯到呢 其中是有六位呢 他的這個所謂的血清的抗體 都已經出現反應 那所謂血清抗體 有反應的意思就是說 他事實上來講 他可能他的就是說 他的這個IGM可能是消失 IGG還曾經陽性 代表說他已經被感染 但是感染一段時間 那這一共有六位 那這六位裡面呢 其中有三位 177 151跟1105 這是有被確診 匡列在案的 所以這個OK 但是其中有三位是 沒有被列在案號裡面 這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有三位的這個被確診者 他曾經被感染過 但是感染之後呢 因為沒有發病的一個狀況 所以沒有被我們PCR驗到 所以被列入這個確診的案例 那這是三位 那這三位大概年齡都在40歲左右 有兩位男生跟一位女士 那但是呢 這三位呢 事實上 因為他的這個IGM已經就是已經消失 那表示說他被感染 也已經一段時間了 所以目前我們來整個看這個華航 這個program裡面 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事實上來講 我們都知道 我之前也常常講嘛 防疫就是邊境 醫院跟公民素質三塊 那你可以看得到 邊境這一塊來講 事實上來講 是最有可能就是說 會有病毒 可能會 就是會帶入的一個缺口 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到目前我們可以看得到機師 可以說到目前 我認為還是在可控的範圍內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來講 從我們今天回溯的這個血腥抗體裡面 將近一千位 只有三位被發現出來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認為 華航內部的所謂的 互相感染的這個傳播鏈的可能性 我認為不是那麼大 基本上 看起來還是比較傾向於說 因為他們到外戰 扶勤的一個過程中 可能的一個染疫的機會 我認為是比較大 那我問你喔 印度的疫情還在惡化 他會變成一個新的全球疫情的大地雷嗎 就是說失控的印度 可能帶來另外一個全球疫情的失控嗎 沒有錯 我們看喔 就是說從華航 我們再帶到印度這個地方來看 你們可以注意到 這個印度事實上來講 這本週的這個500多萬的確診者 印度就貢獻了快三分之一 但是印度上一波的高峰期 是在去年的九月份 換言之其實印度政府一直很proud的說 他們在防疫上的一個成功的一個作為 甚至他們在年初也開始施打疫苗 事實上我跟各位報告 印度目前的施打疫苗的比例是9.6% 我們台灣是0.2喔 可是印度已經打了9.6%的疫苗 好 這代表什麼事就是說打了疫苗 並不是防疫的最佳保證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配合公共作為 譬如說印度到了今年初以後 因為他們要選舉的關係 因為經濟要解封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開始在宗教活動上 或者因為選舉的活動 開始就是讓群聚的這個機會增加 開始放鬆 再加上這一次的印度的疫情 為什麼最近呢 你可以看到35萬34萬不斷的攀高 事實上我認為這波疫情的高峰期 可能會落在45萬到50萬之間 在五月份的下半旬 才比較有可能可以下來 因為他們現在又開始要封城了 另外這次印度的這個疫情 我覺得也給我們幾個啟示 第一個啟示是什麼 這次印度的疫情 事實上最近的確診者 80%以上 都是來自於中產階級 跟富有階級的被感染 只有10%是在平民哭的 這一塊的居民被感染 原因是什麼 因為大家記得去年印度疫情 最激烈的時候大部分都是在平民哭 這個地方的一個疫情是比較多 所以當時呢 這個平民哭的 他們因為有感染的關係 事實上也產生了抗體 所以他們後來回溯這個血清 就發現說 在這個去年9月份以後 在平民哭這個地方 他們的居民有50%以上 已經都有抗體了 反而是住在那些華夏 政治權利最有錢的那群人 他們都躲在家裡 有最好的防疫作為 有口罩 所以他們反而 他們的這個血清抗體裡面 都是沒有產生 那所以在這一波疫情 當他一拉伸以後 對這一波有錢人的挑戰 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我覺得 從疫情裡面也可以反映到 印度的這樣的一個政治的體系 就是對有錢人跟私人階級的 這樣一個情的 這樣的一個傾倒 其實從這次的疫情 我們就可以看到公共 公共的措施跟作為 才是一個國家能夠長治久安 讓人民安樂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好那我問一個很殘忍的問題 因為普遍來講 外界對於印度的刻板印象 認為他整體環境的公共衛生 跟公民的整體公共衛生素質 是比較沒有那麼數量的到位的 那會不會下一回合我們看到 儘管美國 他說他已經打了將近兩億人的疫苗了 那他連當初最嚴重的加州 現在確診的數目 這個創新低了 所以他整個的群體免疫 跟他內部的疫情得到控制 可是比較窮的國家 或者比較公共衛生條件比較差的國家 他都可能變成新一波行情的地雷中心 只是這一次是印度 下一次會不會發生在比方說 非洲某些人口大國 但是比較窮的地方 或者拉丁美洲 或者甚至東南亞 我知道有幾個國家疫情也還在惡化 對主持人這個題目確實非常正確 你看英國現在全國已經打了66%以上 英國最近一天確診差不多是1200位 他們在高峰期一天是6萬 現在是1200 你就可以看得到疫苗不但要打 但是要打到一個覆蓋率超過50%60%以下 才能夠產生群體保護的效果 但是你看像印度 他事實上去年 他的這疫苗打的這個覆蓋率不足的一個情況下 當他哪一天稍微這個 這個就社交距離稍微一放開以後 他整個疫情就馬上就拉伸上來 這次印度就看得很清楚 可是他十多億人口嘛 他就算施打了一成 他也還有十多億人口沒有施打 所以我才會說 因為他的覆蓋率是不足的情況 只要一有破口他的疫情還是馬上可以會拉上來 所以反而從印度這邊 我反而要談談我們台灣的狀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目前可以說 就是說疫情守得相當好 社區也非常平穩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台灣目前的疫苗施打率只有0.2% 這個0.2%如果跟全世界來比 目前全世界的施打率是多少 是12.9% 換句話我們的施打率比全球的平均值還要低這麼多 這個告訴我們台灣的民眾一個很重要 要居安思維要超前部署 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現在疫情沒有問題 可是我們不可能置外於世界之外 我們總有一天我們的國境 一定要跟世界要繼續交流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是這六類被納入所謂的施打範圍的公費注射的這些對象 我真的是強烈建議你 如果你的條件允許要趕快去做疫苗的注射 因為你不但是保護自己 也是保護家人跟保護整個國家 好我們稍後回來